我跟她是通过相亲认识的 刚开始的时候觉得她挺老实的 然后就跟她开始交往了 最初觉得她是一个挺不错的女孩 而交往之后 就觉得她有事没事就跟我吵架 她真的是个特别小气的人 而且还很斤斤计较 无论是花钱方便还是做事方便 我真的很看不惯 她现在突然提出要分手 总得有个说法 不可能这么长时间我白付出了 就因为分手的事 她和家人跑到我家里熟悉 我真的是一分钟都忍受不了了 听这个情况 大概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问题 有点两两计较的意思 接下来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 来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时28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职员 女嘉宾小李23岁来自河北 是一名客户接待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 愿意 我愿意 相亲认识的是吧 对啊 你谈恋爱谈了多久 半年多 半年多 现在要分手是吧 对 我要分 我钱都已经给你们家了 你还来找我干嘛呀 不不不 怎么跟钱还有关系 我一说分手 她妈妈就拿着账单去我们家了 而且一笔一笔写得那么清楚 什么我跟她吃饭花了多少钱 看电影花多少钱 最可惜的 她竟然写 给我买衣服花了一千多 你从始至终给我买过什么衣服呀 你不就给我买两件背心吗 你还给我买过什么呀 什么背心啊 第一是好吗 你说你提出分手 她妈妈拿账单去找你是吗 对啊 这个账单是个什么单 你能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在一起那个花香 谈恋爱期间的开销是吧 那个账单写的 吃饭 我们两个人吃饭的钱 看电影人 我们两个人看电影人的钱 都得我买的 不是 她是说 除以二 让你买 没有 没有 就是都是你买 都是我买的 你跟她分手的理由是什么 这里边事情很多很多 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吧 我跟她出去去买东西嘛 去超市买东西 然后人家那个 少找到她一毛钱 就守着那么多人 后边还排着那么多人的 就跟人家吵吵起来 你不觉得丢人啊 为了一毛钱 一毛钱也是钱 这是我原则 我都真的无语了 就算是那个 会过日子什么的吧 这事也就这么过去了 可是后来 我跟她谈了一段时间了 我说带你去见我朋友吧 然后我设友 一共六个人加我 然后我们去星巴克喝咖啡 我们坐了大概有十几分钟 她连点咖啡的意思都没有 已经没说让我请客 是吧 我没说让你请客 人都去了 你就不知道 自己随机应变点啊 后来还是我自己 去点咖啡付的钱 回去之后 我好像之前没有理她 打电话问我 怎么不理她了 你自己不知道错了呀 我还为什么不理你了 我跟他们不熟悉 为什么要请他们吃 那种咖啡啊 是吧 你没买两杯吗 你一杯他一杯 你们俩不是挺熟的吗 当时不是人挺多 我也不知道这么多人呢 哦 那他买了你喝了吗 喝了 你们俩双方父母见过面吗 见过 按常理来说 都是男方先去女方家 去看看嘛 他们家强烈要求 我先去他们家 我们家也没有那么 斤斤计较 然后就那我拿点东西 去他们家了 后来他也拿点东西 去我们家了 东西都差不多 可是这本来就是 一件小事 后来我看他短信的时候 我就发现 他母亲给他发信息 说那个 你去超市看看 他给我们家 拿的东西值多少钱 然后回头 咱们去他们家的时候 给他拿差不多的东西 别多花钱了 省得咱们家吃亏了 这怎么了 理上往来的事吗 就是这个家庭 有这种家传的 勤俭的美德 是吧 对 勤俭之家传的美德 对对对 姑娘我觉得这没什么呀 这都不算什么 就过日子 两家实实在在 我也觉得这点事 我都忍了 这就没事了 然后后来他就 因为谈了有半年多了 然后他说 想早点定下来 他说自己年龄也大了 什么的 可是我年纪又不是太大 我就不想那么早定下来 他就是为了 让我赶紧同意 然后说给我们家 收入会员聘礼 房子什么 装修都他们家出 我就看他这么有诚意 那我就答应了 可是装修房子的时候 一系列问题就出来了 你说 房子都是那种特别破 还是二手的特别小的那种房子 我都不跟他计较了这些 不是你不能计较 有房子就不错了 那么小的房子 多小啊 也就70多平 70多平你还嫌小 你想住多大呀 70多平就不是我们俩住 还有他妈妈 还有他们家人呢 是合住在一起是吧 对呀 你说这房子小也就算了是吧 你说装修 你总得装好点吧 你说以后 我们俩过一辈子的地方 你说我们去买个地板 最起码都是周等的那种 去了就说 我们就要便宜的就行 最便宜的 墙纸 一去 围着那个装饰生 转了那么一大圈 我以为他会给我买个 我喜欢的呢 最后转一大圈 买了一个灰不垃圾的那种 还是特别便宜的 他就是无力取闹 你说现在 谁还喜欢花色的 是吧 我无力取闹 我就是喜欢那种 有风格的那种 你有一架给我买 我喜欢的嘛 你说地板墙纸 这咱就不那么计较了 最后买大件 你总得买点 有点面子的吧 我们去买那个冰箱 人家那个说 能制冷就行了 冰箱嘛 就是制冷的 是制冷的 可是 你家里有一件 香药的东西吗 你就不能买点 智能的 人家那么给他 叫做智能的 你就说 我就买 只要能制冷就可以了 智能的不一定好 姑娘 你说你买个洗衣机 去了就说 我就要双缸的 双缸又省水 又省电 多好啊 弄得人家那服务员 都无语了 人家问 现在还生产双缸洗衣机吗 后来呢 买着了吗 没有 你看不就是 不是也没买吗 你说买电视了 你买个好点的 就要29岁最小的那种 你说客厅没这么大 摆这么大干嘛 现在谁还看电视啊 你电视再买那么小 以后家里还能去人吗 现在谁还看电视 直接拿手机用WiFi 不就得了吗 那你干脆电视什么的 都别买了 冰箱什么的也不要了 就买两张床就得了呗 你是结婚过日子吗你还 不是不是 以后省钱结婚吗 你自己还好意思 跟我提结婚呢 干拿聘礼的时候 人家去我们家了 去了就说 我们家装修 花了挺多钱的了 我们现在就只有 五万块钱了 你当时 你只有五万块 你当时答应我 给我十万干嘛呀 一时口快说出来了 你还一时口快呢 结婚这么大事 一时口快说出来了呀 我就讨厌 别人跟我撒谎 给了吗 后来五万块钱 可以吧 不是 他一说那就五万块钱 你爱要不要 还说那个我儿子 这么优秀 没有你这女朋友 我们还可以找得更好的 那你去找呀 不是 你不是感觉这样 男人挺好的吗 是吧 起码比那些花天酒地 胡吃还喝了 你说你扣点也就算了 你还那么能算计 这个拼礼给没给啊 没有 没给 他妈妈就这样说话 等于拼礼没给 换来的是一张 谈恋爱期间的账单是吧 我一说分手嘛 他家就跟炸了锅似的 第二天就拿着 拿着那账单去我们家了 而且一条条鞋那么清楚 这个钱给了吗 给了 上面那三块我都给了 连一块一块我都给你了 为的是什么 你吃饭我买单 你看店我买单 所有东西都是我买单 我就是不想给你有任何关格了 你以后不要再去找我了 要不是因为你 我直接在家吃饭 你都现在借他了 你还来找我呢 好意思 我是真心爱你 你别跟我提感情 你要提感情 你妈妈就不会拿着那去 而且我把钱给了你们家 你妈妈就不会到处造我的谣 说什么 我在外边不嫌点 怎么能着 我又找了个对象怎么着 我到底找了吗 不是 当时在七头上 有你们这么侮辱我的妈 是你也非要说分手 在七头上 我一说分手 你妈妈都那样闹了 你现在还来找我呢 好意思来找我呢 不是 你别广想那种 我不是还给你过生日了吗 你还好意思跟我提过生日呢 过生日给我买了个蛋糕 是光一个蛋糕吗 还有一朵玫瑰呢 一朵玫瑰 也挺好啊 这代表一心一 这个钱没要吧 要了 最后三块哪出来的呀 哥们 你是给她每一笔花销都记账吗 她自己有一个小账本 一条一条的买什么东西 记得可清楚呢 这是什么时候做的功课 是过完街回家还要记账 对 你喜欢这姑娘吗 喜欢 你喜欢她什么呢 她实际上 一开始挺好 挺老实的 她不是一个爱钱的人 你到底喜欢她 还是喜欢她不爱钱 都可以吧 拿账单去 是你的主意 还是你妈的主意 我妈去的 你知道吗 后来就知道了 一开始不知道 对 这小伙子做事 到底过不过 听听老师们怎么说 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我看小事挺有意思的 当我们认同她说 这个东西买得比较便宜 比较值的时候 她脸上会泛起一种微笑 一旦用了最便宜的钱 达到了我的这个目的 你就非常的欣喜 这一种偏自我的感觉 第二有一点 一个这么能够理财的人 怎么能够有十万变到五万呢 这个逻辑不符合 所以说呢 这就意味着 由十万到五万 这是一个计谋 我有一个问题问一下你 这是你第一任女朋友吗 不是 前几任女朋友 相处的怎么样 都差不多吧 分手都是因为什么分手的 也和这个差不多吗 差不多 你的好朋友多吗 不多 为什么 我也不清楚 你这个习惯 跟你妈妈是不是一样 我们家都是青年之家的人 所以在你的理念 这样做是对的 但是您有没有反思过说 花钱上的这种理念 有没有什么问题 也许是他们不理解我吧 好多特别会过日子的人 特别所谓的 我们说经济记药的人 一般都是性格偏内向的 感觉说 这个钱 如果在我手里边 觉得特别安全 如果实时的用钱 和这样的方式来保护自己 那么别人是无法走进 你的内心世界的 那么他为什么 都把钱要回来了 都想分手了 然后还想再追人家 我再猜想一个问题 前两次在分手的时候 钱也要回来了吗 没要回来吧 这次要回来了 对他形成一种安全感 觉得在他身上 他不断地妥协 不断地忍让 所以他得到更多 所以觉得是非常安全的 所以这个他可要 这个是为什么他今天坚持 要复合和继续走下去的原因 这个安全 小时啊 你以前交过几个朋友 为什么都分手 你周围没有朋友 为什么 你怎么不承扔经验 你怎么不总结 总结自己的为人处事 勤俭持家 是好事 可是小时啊 你过了 你想一想 你原来答应给人十万 你现在给五万 五万你可能都不愿意给 特别是人家女方 跟你提出分手 你们全家到人家来算账 你这叫什么行为啊 你还老有理 这不亲俭持家吗 这不节约过日子吗 以后他要到你们家 你能把他脖子系起来 女孩子 你好好考虑考虑 这样的家庭 能不能入到他们家 考虑考虑吧 对自己 亲显节约 那叫是传统美德 但是对爱人斤斤计较 那是冷酷无情 面上 貌似你抠的是钱 实际呢 你吝啬的是自己对他的感情 你们所有之间的往来 有没有谈过你如何爱他 你为他做了什么 没有 全都是钱 我看小片的最后居然落在 如果你跟我分手 我不是白付出了吗 多伤人心 所以随之而来的就是 拿了一个账本 就连送给他的代表 感情的无价的 那一朵玫瑰花 仅仅价值三块钱 你说你对他所有的付出 还有意义吗 貌似你是在省钱 其实呢 你是在极度地表现出自己的自私 你在勤俭之家 在号称自己是一种美德的同时 你有在乎过对方的感受吗 有爱吗 没有 没有爱 这还是第一层级 第二层级 你根本就不是一个独立的人啊 你背后有一个妈妈 有一个同样勤俭之家的妈妈 她在扮演的什么角色呢 要分手 拿账单 如果要彩礼还要对外的说啊你如何的不配 那个女朋友选择的如何的不好 当她的种种表现做出来之后 你在做什么 你就是一个傀儡 你在帮着你的妈妈去伤害你的爱人 你心中到底对这个女孩有没有爱 如果有 我觉得再勤俭之家的人对于自己的爱人一定是慷慨的 不问一下男生 良心多少钱一几 可以计算吗 不可以吧 那一个人的诚意怎么计算 别人送你多少礼 你就一分不少地退还过去 这有人味吗 而女方让我最诧异的是 你说她算计就算了 她给你标了一个价格 十万是吧 后来又给你弄到五万 这本来就是一种羞辱 你居然还要自取其辱地跟她去讲价 说你开始说好了十万 怎么能现在给五万 别人已经羞辱你了 你自己还要加上一耳光 她是那一类人 你自己还要把自己归到那一类人当中去 日子是过给自己的 面子是留给别人的 别为了面子把自己的日子丢了 当然了 你到底爱她吗 自己掂量掂量 想清楚 生活里有比你还抠的 过得比你真的好 知道为什么吗 她用情啊 好了 接下来时间留给她们自己 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这么长时间 我是真心爱你的 刚才听了老师的话 如果你嫌弃的话 我可以稍微改一点 可是你家这么步步紧逼的 我也不知道 我还能不能再接受你 我对你是真心的 别光想着那些烦恼的 想点快乐的 可以吗 让我来考虑一下吧 亮灯吧 你回答我一个问题啊 为什么有些男生用一个狗尾巴草 编了一个戒指戴在女生的这个手指头上 女生从来没觉得她抠 觉得是浪漫 她没见过戒指吧 那女人傻呀 没见过戒指 所以你看你把所有东西都以物价来衡量的时候 就出问题了 接下来我们会提供三种帮助的方式 到底是你要那个帮助权呢 还是你要那个帮助权 来 你告诉我 我要 我们给你提供的三种帮助方式是 A 求助现场的观众 B 倾听第三方的声音 C 求助爱情导师 你的选择是 C 爱情导师 图老师来 我再说两点 第一 一个人会随着时间的改变 而有所改变 但一个人的品性 你想他有太大的改变 不太可能 第二 刚才赵川说的那个话说 你为什么有些男生 拿个狗尾巴草带在女生手上 为什么有些女生会认为那是浪漫 但其实也不是所有女生 都认为那是浪漫 也有不懂浪漫的女生 说她就是抠门 你属于哪一种 你自己掂量着看 好吧 来 两位请交换箱子 来 两位请回吧 请关门 这样一对 你也谈不上恶万万息 你觉得 现实生活里还真有啊 所以大千世界 也无奇不有 接下来我们看看 这一对自己是怎么选的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我之前谈过一个女朋友 她就是那种特爱花我们家钱的那种 我们家对这个事吧也是挺介意的 现在也很敏感 请你理解一下 以后一定不会这样了 我会好好对你 我不想跟她分手 这么长时间感情 我感觉我感觉挺有感情的 实际上如果这抠你不满意的话 我可以赶是吧 刚听老实话了 我感觉我自己是错了 我 跟你道个歉还不行吗 对不起 追去吧 还不快跑 哦 还抠那点 一速没对花送